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我是Queen Z 庄群师 这次在剧中我饰演阿贤 哈啰 大家好 我是Zack 志祥 我在幸福茶室里面是饰演一位警察 嗨 你好 我是Jen & Jensen 这一次我在幸福茶室当中饰演的是一个 Taxi Driver 也可以说是一个Grab Driver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喵喵玲 非常地开心我可以来幸福国必点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汪崔玲 我今次在幸福茶室里面 就饰演Yuraya的阿妈 也是会变个老婆的 其实那些情况就是 老公有很多东西不想个儿子知道 但儿子就很想知道很多东西 那作为个阿妈 又是老婆的话 就夹心人 就是因为车祸之后 行动不方便 但是依然还有一个角色 可以让我不太需要走动的情况底下 一直参与在里面 因为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朋友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很久没有演截 所以很开心 阿贤呢 是比较可怜啦 因为呢 他的大哥跟阿弟呢 在阿爸去世了之后呢 就要分家场这样子咯 是很惨 这一次呢 很开心能够跟一般 资深的大哥大姐们一起演戏 然后他们给我的对白真的是 太有力了 很好哭 好啦 我就是这一间杂货店的老板娘 女神级的 OK 然后呢 遇到一个很sit的暖男了 然后就这样把飞舌便卖给他咯 这部剧的这个感觉呢 跟我从小过年的这个 我爸爸妈妈的home town 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故事背景也非常的像 就是在讲说 哎呀 年轻人都离开新村啦 那新村没落啦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最难是什么呢 就是我短短的两场戏呢 要交道上所有的东西 所以呢 我的演技一定是非常之精湛 可以做到这一样东西的 当我来到这个拍摄场景的时候呢 就很多很多的这个回忆呢 就涌现在我的脑海当中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呢 有空的回新村 看看这个你长大的地方 看看这个具有马来西亚华人特色的地方 希望大家可以守着幸福茶室 一定要支持喔